火败努力上市 人亦有无知 应该不怕迟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江湖中风吹得急 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风 比江湖的风吹得更急 更狠 那是香港乐坛竞争最激烈的年代 也是香港乐坛最好的年代 时间转至2018 曾经那批金光闪闪的人 大多度一隐退 有的也已离开了人世 永远地告别了我们 面对离别 我们总会惋惜 惋惜那些人 那些声音 那种精神 但好在 即便时光流转 也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仍唱着当年的歌 仍是当年的样子 就比如 曾以一首男人当子强 想彻两岸三地林子强 情缘世界 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1976年以专辑蜡出道 从此开启自己的演艺生涯 是香港乐坛最早的一批 乐语歌手之一 所以在香港乐坛 位分很高 后来的张学友 刘德华 张国荣 梅艳芳在她面前 也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 拉姆歌 虽然我们提唱歌手不以唱功论 唱功不以高音论 但林子强的唱功和高音 真的是乐坛一绝 别人唱歌都是一首歌 放一段大招 林子强唱歌 整首歌都在放大招 祥叔的声线比较特别 极具辨识度 号称红厚铁肺 嗓子又辣又呛 没几个人能模仿得来 即便能模仿 他的音域又宽 几乎用不到假音 跌宕起呼 别说一般人 就是顶级的唱将 也很少能做到 一般的歌手总是用假音拉上去 有些即使用真音拉到高音区 嗓音也会变得间隙单薄 很难像林子强那样 即使将高音拉到极限 仍是宝马有力 所以这么多年 无数经典的作品 被后来的人翻唱 可林子强的歌 除了一首男儿当自强 很少有人敢挑战 陈一迅是当今 香港乐坛的实力唱将了吧 可他翻唱林子强的歌 也得先降个调 说完高音再说说他对新一歌曲的处理 感情渲染 丝毫不输 潘永林 张国荣 早年有他与邓丽君合唱的视频 大家都知道邓丽君的技巧高超 感情充沛 林子强与天后配合起来 也是行云流水 林子强说 爱情可以很浪漫 温柔和漂亮 但我认为爱情一开始 只有激情 所以就有了巴黎街头这首歌 歌曲别具一格的采用了 南无风格与法国风情 这些探索都能看出来 林子强对音乐的喜爱 是纯粹的 不太功利性的 说到林子强的唱功 就不能不提起 他当年那首《青燕四作》 唱遍天下无敌手的 超高音歌曲《十分十二寸》 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第一首串烧歌曲 堪称串烧歌鼻祖 整首歌曲将近十分钟 由当时大热的二十首乐语歌曲 再加入超高的编曲技巧做成 每一首歌都在原唱的基础上 又升了K 所以即便这些歌的原唱者 想来挑战 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华语乐坛大师黄瞻就曾经说过 在香港乐坛 有这么一个人唱功极佳 无论给他多难的歌 他都能唱出来 而且比你期待的还要好 这个人就是林子强 如今已经七十多岁的他 空像《我想和你唱》的现场 献上了一首《岁月如歌》 引得一众人的回忆 还现场演唱了最难唱的歌曲 《数字人生》 一开口就引得李维嘉和现场观众的泪奔 虽然已经将近七十岁了 但林子强保持得很好 七壮山河肌肉发达 精力充沛 一点不像七十岁的老人家 男神还现场迈起了萌 嘟嘟嘴的样子 与满头的银发竟也不违和 十分的快